宝宝护理 宝宝头垢该怎么处理? 新生儿皮脂分泌功能旺盛 在头皮上易形成皮脂堆积的零状细片 俗称奶显奶家 如果家长没有经常为宝宝洗头 时间长了奶家会堆积的更多 虽然说奶家随着宝宝的长大会逐渐消失 但这个过程又痛又痒 影响宝宝情绪还影响美观 所以即使帮宝宝清理奶家 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护理工作 家长可以用植物油加热后放凉 或者橄榄油、润肤油 涂在奶家上一天三次 待奶家软化后再清洗干净 清洗的时候用温清水洗 打湿头部后 用温和的婴儿专用的洗浴液 在手心搓出泡沫后 用手掌或者指腹 轻轻按摩宝宝的头部 然后冲洗干净 切记不要用指甲 去抠宝宝头皮 不但抠不干净 还很容易伤害到宝宝 宝宝头垢总是反复涨 要反复给宝宝清洗 才会慢慢全部脱落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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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isel